週日 香港百萬人遊行反對引渡惡法 週一 中共外交部重申對港府修理的支持 特首林鄭月娥也無視民意 堅持將修訂草案 本週三提交例會二讀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早上 連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長李家超會見傳媒 回應週日百萬港人上街反惡法的訴求 仍堅持不會撤回修理 林鄭月娥 撤回惡法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民政及民主派批評林鄭政府 面試民意的惡劣態度充滿挑釁 導致週日晚上引發的激烈抗爭 社會不穩的罪魁禍首之餘 亦都是不折不扣的香港招討之母 她是徹底摧毀香港的法治 和我們的自由的基石 林鄭月娥必須正視 我們昨天參與遊行的市民 足足103萬的市民的強大訴求 立即撤回送中惡法 否則林鄭月娥是沒有資格繼續擔任香港的特首 林鄭需要下台 繼全港連署行動後 民間自發在草案二爐6月12日當天罷市罷工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 社副界將響應罷工運動 民陣也會發起 逢立法會開會審議草案修訂 就持續舉行集會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